主料,牛奶125克,蛋黄两个,奶油150克,辅量,糖,蓝莓果酱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两小时以上,准备好所有材料,将牛奶放入锅中,煮到刚刚飞腾关火,接着将蛋黄和糖一起打散,将牛奶一点一点的放入蛋黄中,拌匀,接着把碗放到烧开的蒸锅中,搅拌混合物。 一只搅拌到浓厚,均匀,然后拿出来晾凉,然后放入蓝莓酱拌匀,接着就是打发奶油,这不忘拍照了,奶油打发好后,将蛋液加入打发的奶油中,然后把准备好的冰激凌液放入冰激凌机中,按冰激凌机的要求操作,时间到了以后冰激凌做好了,将冰激凌盛到碟子里,淋上蓝莓酱,放上不高点最即可,烹饪技巧。 冰激凌要想好吃,一定要不所有原料充分搅拌,冰激凌在准备吃的时候提前半小时放入冷藏室里这样口感更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